哇 全台灣21縣市 權威最新估票大公開 昨天大家看一下 昨天我們現場有很多的專家 也開始進行估票 因為現在不能公布民調 但是個人的估票跟預測是OK的 大家都很想知道最後結果 對不對 尤其是一些一級的戰區 超級焦灼 緊張得不得了 各有支持者 那這個估票准不准 當然開票之後就可以見真章 但是能夠早知道總是好的 有沒有道理 都是一些專家 這個是郭正亮的預測 郭正亮大家知道嗎 他綠營出身 非常懂綠營 那他自己也選過 他對政治很了解 21縣市的輸贏 好 我稍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以及包括國民黨內部的 一個席次的評估 我們都拿到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這一塊還有個重點 是陳時中被嗆 你知道這很奇怪 你看到一個人被嗆 心裡面會有爽感 這個就叫做陳時中 我們已經做了好多次了 對不對 從下個禮拜做到現在 本來是他 他本來是徒步掃接 那當然跟你擦身而過 時間比較久 你可以嗆他發表你的看法 防疫不利啊 這個採購黑箱啊 但是最近他開始做車掃接 秀一下過去喔 你很難去表達一些意見 所以有個手勢超流行 叫做這樣子 有沒有 道贊 所以最近呢 這個手勢你有沒有跟上 全台灣最流行的手勢 好想看到陳時中 就比個道贊 昨天我們給大家播出那個影片喔 不管是走路的大媽 滑手機的路人 騎腳踏車的阿伯 還有很多年輕人 從店裡面剛出來 都會把握這個機會 只要看到陳時中 不管是一秒兩秒 手一定舉出來 而且那個姿勢 之大之用力 看得出大家滿滿的怒火 昨天那個影片我播了一次 很多朋友跟我說 沒有看過癮 想不想再看一次 來我們來投一下票好不好 你們投票越踴越 我稍後我就會播出喔 如果不踴越的話 我就不播了 所以很多人看了非常的過癮 來先給大家投票 然後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估票 郭正亮預估21縣市的輸贏呢 他認為國民黨應該是 十三席穩 另外兩席輸贏未定 哪十三席呢 包括台北蔣萬安 新北侯友宜 桃園 張善政 台中盧秀燕 新竹 新竹縣 楊文科 南投縣 許淑華 彰化縣 王會 美芸林縣 張立善 宜蘭縣 林茲廟 花蓮縣 徐正衛 台東縣 饒慶林 金門縣 楊正吳 還有連江縣 他也認為是國民黨會營 哪兩個地方 他認為比較膠著呢 一個是基隆市的謝國良 另外一個是澎湖的這個賴峰偉 民進黨部分 他覺得應該是一個 四加二的一個狀況 四席他認為比較穩的是 嘉義縣 翁張良 台南市 黃偉哲 高雄市 陳其邁 還有屏東縣的 周春敏 那兩個地方覺得比較 膠著的跟國民黨一樣 一個是基隆市的蔡世穎 另外一個是澎湖縣的 陳光復 民眾黨他認為 新竹的高雄安是穩的 五黨籍的部分 他認為這個苗栗縣 中東景也算是穩 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是國民黨大概是 十三加二 那民進黨大概是一個 四加二的一個情況 大家知道這個民進黨 創黨以來 縣市長的席次 大概沒有低於六席的 沒有低於六席 所以四加二 四加二也等於六 那就等於是 其實也就算是平盤了吧 就算是平盤 那如果說是四加一 或是四加零的話 就算是慘敗了吧 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這其中還有一些變數 我們稍後一個一個來談 我先讓這個楊明 你覺得這個亮哥的 股票情況怎樣 你跟他有沒有一些 不同的意見 亮哥的這個估計 跟這個一個月前 日本的那個小利元學者 對 估得很接近 那只是說 我覺得這種估票 大家都不要這個 太輕忽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看到 反正國民黨都會贏嘛 不差我這一票 超重要 對 所以我懷疑亮哥是 畢竟他身為這個 即便是失聯黨員 他還是這個 對 小心亮哥 心裡還是有愛的 他還是為民進黨擔憂的 對對對 對他幫民進黨告急一下 所以你覺得他估的 藍茵太樂觀了嗎 我認為 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 他估的算是公允 但是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選前 就是民調封關之前的 那個民進黨 我不會講民調 我是講民進黨 他們認為呢 他們有拼有辦法戰鬥 可以到最後一刻 縣市有哪些 我唸給大家聽 除了那四個以外 民進黨列出十個 有拼的縣市 基隆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宜蘭 南投 澎湖 彰化 雲林 都有拼啊 他們說都有勝算啊 所以你看喔 像蔡英文 你可以看他蔡英文 這幾天 他去哪些縣市 你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說 他們認為 還是有這個拉抬的機會的 還是有一拼的機會的 他們沒有放棄喔 那國民黨 如果你覺得 我已經穩贏了 那我就這個朱立倫少去 有一些縣市我就少去喔 也許那個勝負就在這個差異喔 就是一邊已經放鬆了 然後一邊還是很努力的去拼 那一邊的支持者也 你知道當你看到黨主席 也沒有來我們這邊喔 然後呢 大家也沒有辦什麼造勢晚會 啊 那就穩了嘛 穩了我們不差我這一票 禮拜六剛好下雨 我們留在家裡面睡覺 看世界杯足球賽 好 那票開出來 就很有可能重演 比如說2014的桃園縣 桃園市就是吳智陽被翻盤 那包括像2014的朱立倫 只贏兩萬多票 就是說那種明明差距非常大的選戰 但最後他開出來 票開出來卻發現不如預期的狀況 這就是我說這就是國民黨最後一刻的危機 大家都可以說選情對誰有利對誰有利 但是這些估計再怎麼樣都沒有那張選票來的準確 選票才是最準確的民調 而且是普查 每一個人每一個去投的我都會表達意見 對 所以我說在這一次的這個這個估票裡面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亮哥是看 這個這個基本上大家都認為說 他估的基本上公允 就是符合現在的選戰趨勢 但是永遠都不要忘記 比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2010年的選前那一天都還有變數 2004年的選前那一天都還有變數 是的 對 所以在還沒有票還沒有投進去 還沒有這個開票唱票之前 都有可能會有變數的狀況下 大家都不要以為亮哥說穩了 好 我們這個輕輕鬆鬆就好了 不差我這一票那就不對 那一樣啊我說民進黨看到這樣的 如果今天我說我是一個民進黨支持者 我看到亮哥這樣的一個估票 連我們自己黨內的 即便他現在民進黨很多人不認為亮哥是民進黨的 但是他說連我們自己黨內這樣的人都看好國民黨 你知道民進黨的支持者情緒是什麼 那我們這一票一定要去投 我們更要去投 我們更要去投 激起綠營的團結 我們要讓郭正亮翻盤 我們要讓他翻車 所以我說那種投票動能 我們長期在政治圈跑新聞或是說看每一次選舉的動能 綠營的支持者動能確實都比較強 那最後一個禮拜最後兩個禮拜比的就是動能的衝刺 所以你說像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公投嘛 就是去年的四大公投嘛 選前大家都在說哎呀四個都會過啦 誰會想到那個結果 對至少過一個啦至少過兩個 最後是全部翻盤 是啊 所以我說選前的估算都有每一個政治人物 每一個我們的比如說我們的評論員 我們媒體人學者都有一套估算的模式 但是常講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人算 就是怎麼算都算不過最後所有人民去投票的那一張 那個抉擇 而這時候我要致敬一下我最近常常講 我致敬這個韓國瑜先生的兩個不要懷疑 第一個不要懷疑民進黨拼勝選的決心 第二個也不要懷疑台灣人民會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 就是說民進黨會拼了命 要把這個選舉變成對他有利 而最後決定權還是在我們的台灣的所有選民 你們覺得民進黨這幾年做得好嗎 你們覺得這民進黨的這個這個執政 對你們真的看得下去嗎 如果你會覺得因為國民黨穩了不差你這一票 你就沒有這個動力去投票的話 那表示你的決心不夠啊 所以我說關鍵就是一定這個該投的就去投 那不管你要支持誰今天這個投票是你的權利 估票是我們的權利 但是投票是各位的權利 所以該投還是要去投票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 來上網代購